非常感謝 今天要特別謝謝所有 長期對國民黨 以及對國瑜不離不棄 的熱情的好朋友 台上這些是 幾十位直播主啊 今天通通都來 用行動代表 對國民黨的支持 非常非常感謝 各位好朋友我們幫他掌聲鼓勵一下好嗎 感謝所有直播主 謝謝 謝謝 另外在後面 我們高雄市 一些支持的朋友特別感動 自己偷腰包 然後包遊覽車上來 也為我們高雄的鄉親 這麼遙遠的南方來的帕帕 加油 感謝今天到場的每個生命好朋友 深深感謝 謝謝各位親愛的 熱愛中華民國 熱愛台灣的好朋友 再過二十天 就要投票了 我們將會四年一次 決定 未來四年 是連結青年的領導 還是貪污腐敗的領導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 民進黨二次執政 貪污腐敗到了無法無天 這樣子一個貪污腐敗的政黨 執政了八年之後 我終於看穿了 了解了 民進黨執政之下 大觀快樂 人民辛苦 對不對 對 我們這些不分區的立委 以及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趙少康 韓國瑜 我們一定讓這個兩句話 反過來 國民黨能夠重新執政 我們一定要讓大觀辛苦 人民快樂好不好 好 我們這些不分區 有教育專家 有國防專家 有青年農民代表 有醫生護理人員代表 有科技專家 有財政專家 有媒體專家 也有 將來恢復特徵組 專門打擊貪污腐敗的 檢察官的代表 大家掌聲鼓勵要不要 每個都是專家 都是專業 親愛的好朋友 親愛的好朋友 民進黨推出的不分區 通通都是派系妥協的產物 不問有沒有才華 先問你跟哪一個派系 你是跟哪一個派系 現在居然說要搶救 第14名的那個王毅川 每天在電視上 完全在耍寶 表現得奇奇的low啊 我都從來一句話不講 說要到立法院 搶救他拿個酒冊 每天要幫我做酒冊在立法院 他是神經病嗎 立法委員是監督行政部門都不知道嗎 這就是民進黨 只要你願意效忠他 變成貪污腐敗集團的一份子 你就可以吃香喝辣 民進黨推出王毅川 國民黨有李氏川 不怕川比川 你看看他們那個 德性 不怕川比川 就怕被看川 對不對 對 親愛的鄉親 我們非常渺小 非常非常的渺小 我們四年只能投這一票 但是 這一票 2020年太重要了 總統副總統 我們一定要支持侯友宜趙康 好不好 好 立法委員 除了區域立委支持國民黨 部分區的立委 請支持第幾號 9號 讓我們一起團結努力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台灣的政治 永遠天上都是烏雲 我相信讓我們國民黨有個機會 我們一定讓台灣的天空 變成彩雲好不好 好 再次拜託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好